安娜种植园众有好伙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春天收获羊姜以及它的功效 羊姜有的叫鬼子姜 我目前看到的是两个品种 一个是土色 那是一个品种 这个红色是一个品种 据说是红的比那个brown 那个颜色那个口感要好一些 现在是4月6号 我开始挖羊姜 但是我发现底下那个土层还在冻着 你看那个羊姜 接的还不少 但是这下边还是冻土层 羊姜的采收分两个时间 一个是深秋 大概就10月份的时候可以采挖 如果你没来得及采挖 就是找春 在它发芽之前还可以采挖 挖了以后你可以腌着吃 炒着吃 凉拌都可以 或者做泡菜 都是非常好的那个美味 你看稍微深挖一下 你看这冻土层 你看这个冰还没化 这就是找春 赶快挖羊姜 这是一个好时间 昨天挖到天黑 挖了两筐羊姜 就这么大的那个筐子 挖了两筐 只挖了一排 大概一排我种了18棵 收过了两筐 两筐差不多有80来筐羊姜 现在我挖第二排 这第二排是18棵 还能收获两筐 这是我谈到的另一个羊姜的品种 它这个发白 稍微有点发这个土色 它这个特点就是 像咱们吃的那个姜一样 像这种细细长长的那个茎 不太多 你看都是圆圆滚滚的 哇收获了不少 这底下还好有 这种羊姜 你看它的品种就是 这种细细长长的茎 特别长 这个品种就是比较短 这种长长的茎没有 都不错 我回来比较一下这个口感 昨天我尝了尝的那个也不错 哇收获满满 真凤产 来看看这颗羊姜 这是挖出来的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颜色偏中的羊姜 它的这个茎相对来说短 很紧臭 你看挖出来 很紧臭 结的非常多 也是个好品种 这是我今天收获的羊姜 基本上也是两筐 我把它因为品种不一样 就放到桶里了 给它去分开了 所以上加起来也是两筐 耶 如果发了芽以后 口感就差了 现在因为这个地下冻着 说明它还没开始生长 还没发芽 但是那个芽已经很饱满了 你看这个还带着根 这时候也是一个好的时节 去来采挖 我现在就采挖了以后 然后再选出来一部分 作为种子再种下去 种的时候 这个羊姜不要选太小的 像这种就可以 大概就是一个鸡蛋大 就可以 作为种姜 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个地儿 每年换一个地儿 这样的话它生长的需要的营养 比较充足 它这个比较风产 也不用管理 特别好长 那个适合染汉那个种植 下边我分享一下 羊姜的药用 以及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 首先说它的药用价值吧 这个羊姜你切开以后 你看 它的芯是白的 白色的 在中医的五行来说 它是入肺 可以 清肺 就像百合一样 可以有清肺的作用 清肺 然后它含有很多 那个 高纤维素 所以又可以蕴藏通便 另外呢 它可以调节 血糖的代谢 包括提升血糖啊 或者降低血糖啊 降低糖尿 它是糖尿病人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你可以炒着吃煮着吃凉拌 还可以泡着泡菜 对糖尿病人非常好 这是一个糖尿病的福音 另外 因为它可以清热解毒 像你那个 有肾炎呀 或者那个尿瓶尿急呀 也可以用羊姜 那个煮水呀 或者那个 或者就是 多吃羊姜 也可以帮助改善症状 比方说 腮腺炎和那个一些 皮肤上的那个种结 你可以把它用涮锤 给它捣碎 然后进行外服 这是一个外用的那个药效 哪些人不易吃呢 就是 有的人皮肤烧痒那种 不适合吃 另外 羊姜 它比较寒凉 有的人容易腐泻 或者胃寒的人 不易多食 这个需要注意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订阅 点赞和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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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